美妝美妝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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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Goby 今天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剛過了的2012年期間 我所用過覺得好用的產品 那其實呢 首先跟大家說一句真言快樂 今天應該 在看影片的時候 應該是2013年的第一個星期 新年新開始 遇到的不開心 或者有挫折的時間 都已經過了 我們指望將來 希望大家生年都會有一個開心愉快的日子 事不宜遲 不過我不是有很多話說的 因為法國最特別的一件事就是 這件事 這件事是我在iherb.com買回來的 它叫做 它是Reweaver Lab的10% Glycolic Exit Cream 是用來做Exfoliant 即是去角質的產品 為什麼我覺得很好呢 因為其實跟普通市面上用的果酸 即是AHAB類似那些產品 是由Sugar Cane 溫和 比較天然 可以拿得到的一個Exit 但是 說話好像很天然 但這件事絕對不溫和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因為晚上臨分之前用的 因為它感覺到很刺激的 尤其是10%都已經很高唇 那我呢 你看到它是Cream的質地 雖然說好用 但我每個星期只用兩次 因為都比較 Hardcore 即是比較 激進的 這件事也是 那它呢 就是 其實你很明顯 用完之後 看到皮膚 是很 很有光澤 即是很透亮的 它的質地 而且你摸到第二支皮膚 是很滑的 那我還覺得是 十分之好的發現 不過用的時候 你真的要忍一下 因為它那些 刺激的感覺 是會持續 我想10-15分鐘 如果你覺得很 不行我刺激的很厲害 那你就要在上面 再按上去 塗一下 涼一點的 涼一點的 去舒緩一下 這個呢 我自己覺得好用 但是 是給每個人的 特別是敏感皮膚的 就要做一下測試 這樣才好去使用 其實Reviva Lab 這間公司 除了10%的 Galic Acid Cream之外 它還有5% 是再溫和一點的 只不過呢 我又喜歡 我想快點看到效果 所以我就選了10% 那想不到呢 是這麼好用的 我們就說一下 頭髮的產品 那頭髮的產品呢 看開我影片的朋友 都知道 那其實呢 我呢 也是在iherb.com那裡 訂回來的 那發現沙沙呢 其實也有這隻牌子 就是 Golfini Golfini的這隻牌子 那我呢 就用開他們的 Frees Be Gone 這隻沙沙 你看到已經用了大半了 那另外呢 我也在用這隻 叫做 這個 Fytoprofusion 的Protective Moisture Living Hair Treatment 那這支呢 這支呢 這支呢 其實呢 在你平時濕或者乾的時候 都可以用的 用在髮尾 用來 就是讓毛毛 沒有那麼多 這樣呢 就會用那一支 這一支 Frees Be Gone 那另外呢 這一支呢 就是在你剛剛洗完頭 等頭髮呢 更濕濕的時候 就噴上去 然後呢 擦擦 頭髮的 它呢 我覺得很柔軟 用完之後 是你不會 你真的覺得很軟 而且 我 不知道大家 我的頭髮呢 就是一些很 很鬆起的頭髮 它呢 是 令到頭髮很貼服 和很柔軟 我呢 Compare 上呢 我覺得這一支 更好過這一支 那 我想呢 我用完之後 我都會再買 另外呢 用在頭髮方面呢 當然有我喜歡用的 Coconut Oil 其實用又不用用很多 但是它一盒呢 這麼小小的 應該是 五六十元 樓下的 那麼大一盒呢 你可以用它來卸妝 你可以用它來做 髮治療 我覺得很用 有底用 而且頭髮真的會 很 很有光澤 用完之後 這個2012年呢 實在是太過 crazy 這個base makeup了 特別地 我很喜歡一支牌子 基本上呢 很多它的粉底 我都去買來試 因為它和Chanel是同一間公司的 即是同一間廠的 那就是 就是它們啦 那這個呢 就是Bossoir的牌子 你看到這裡一堆 就是因為我十分之喜歡它們的粉底 說真的 又易推 又薄 其中呢 這裡有很多一支 其實我還有一支 是綠色的 它們的Detox粉底 之前在大家的粉底 就是選擇顏色的粉底 你們可能都見過 那支呢 就是我第一支買的 之後就越買越多了 來試一試的 那啦 十分之不錯 我覺得General的質地都很好 那 那 平現在冬天啦 現在冬天呢 就需要一些保濕度高一點的粉底 那我就覺得冬天用Healthy Mix 或者呢 如果你不需要用那麼高的遮瑕的話呢 就可以用它們的10Hour Sleep 其實都不錯的 這兩支呢 都是一些很保濕的粉底來的 那它這個Serum呢 就是Gel狀不質地的 而另外它的粉底就是 就是粉底 就是普通 結身一點點的粉底來的 那 那冬天呢 我就會用這支 其實已經很夠了 因為它們的遮瑕都很好 而且是美麗的 不會覺得很... 很... 很厚粉的 那樣的 那啦 那如果你有很多暗瘡 那些各樣東西的話呢 那我也會推介 另外兩支的 就是呢 它的123 這一支呢 就比較薄一點點的 123 完美 另外一支呢 就是糖瓷粉底 糖瓷娃娃這支 那這一支呢 就是再... 遮瑕再好一點 還有再厚一點點的 它遮得很好 如果去玩的話呢 這一支就適合了 要不然呢 平日出街呢 這一支呢 都已經很足夠了 好了 粉底之後呢 就當然要用碎粉啦 碎粉呢 其實我用來用去都是這個 依然是我的最喜歡用的 Everyday Minerals 的... Finishing Stux 那其實一盒呢 好像... 我記得是... 百多元鬆一點的 應該... 其實一盒呢 已經可以用很久了 我呢... 這個是我的第二盒 來的 那其實都可以結束 我想多過... 如果你是這樣化妝 可以結束多過... 六個月的 一盒這樣 那我是覺得很薄啦 而且它全天然的 因為裡面是用這個 Corn Starch Powder 那就是天然的東西 不傷皮膚 不刺激啦 用來設妝也是很薄很透的 另外到Corn Sealer了 Corn Sealer呢... 其實呢... 用完Boshua的粉底 其實呢... 很多的瑕疵已經遮住了 那所以呢... 對我來說 剩下什麼是遮不到呢 就是那個限圈啦 那... 大家都可能知道 我的限圈呢... 咦... 看到啦... 這裡呢... 我有個虛位的... 其實這個呢... 我不知道算不算是限圈 可能是我那個... 這裡的那些位呢... 就... 粒粒下去了 所以呢... 做了一個陰影出來 就好像我有一個很深的Socket 就是... 這裡... 暗了下去 那... 我講的這一支呢... 就是Corn Sealer的BB Eye Roll On 其實這一支呢... 都很... 很... 很久的... 很久的 質地呢... 就很薄的 這個呢... 是很薄的 而且呢... 它很容易推開的 不過呢... 薄還薄呢... 如果是用在眼底的地方呢... 我通常呢... 都會塗上去我這些位置啦... 然後等一會兒... 等它呢... 可能乾一點點的時候呢... 才拿一個無名指去...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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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呢... 也有個... 分享的... 就是... 其實呢... 我呢... 就不是一個... 經常塗... 眼影... 的女生來的... 因為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因為呢... 如果我塗了眼影... 我真的塗上眼影的時候呢... 我才會... 被人看到... 我塗了眼影... 如果不是呢... 很普通的眼線呢... 其實已經... 對我來說足夠了... 因為呢... 我張開眼影的時候... 基本上沒有人看到... 我塗了眼影... 不過... 如果呢... 我要塗... 即是我要塗一些... 很濃妝的... 例如... smoky eyes的話呢... 我也會用它來做打底的... 它呢... 就是... Benefit... Benefit的... 這個cream shadow來的... 是一個銀灰色來的... 有一點點... 光澤感的... 珍珠色的... 這個名字呢... Struck的... S-T-R-U-T... 是一種... 銀灰色來的... 這隻呢... Cream shadow... 為什麼... 打底好呢... 因為它呢... 它呢... 用黑色呢... 通常我化的... smoky eyes都是偏向比較深色的... smoky eyes來的... 用一個深色的... Base... 這些creamy base... 去打底... 然後... 再on top... 加上那些顏色的眼影... 是會很飽的... 指甲油呢... 我覺得特別正的呢... 它最好就是多用途啦... 或者呢... 可以overlap去別的顏色上面... 令它做到很多不同的效果... 那我今個2012年... 最喜歡的呢... 就是這一支... Soya的... 指甲油啦... 你看到呢... 是閃粉的指甲油來的... 但它的閃粉呢... 是有些綠色和藍色的光澤感的... 那這一支呢... 其實呢... 很漂亮的... 那這一支呢... 就是... 如果你是塗了黑色指甲油... 之後再on top... 加上去呢... 它是會透過一些... 綠色的閃粉... 然後底部變成藍色... 我真的覺得... 那這一支呢... 那這一支呢... 就是... OPPO... OPPO這個名字的...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呢... 就可以去找一下它啦... 其實我呢... 很喜歡買衣服的... 我呢... 那... 已經很少在街上買衣服的... 因為呢... 其實香港地買衣服的地方... 你把銅鑼灣... 旺角尖沙咀... 這些... 全部都是地鋪... 位置... 那... 還有買呢... 真的覺得很貴的... 香港買衣服... 你逛逛地買一件衣服呢... 分分鐘... 你去一些大牌子的... 更加要四五百元... 如果你去一些小小地鋪鐵仔... 其實一兩百元... 都可能就是買到一件東西... 兩件東西的... 所以呢... 我已經轉戰... 去... 網上購物啦... 那... 今次呢... 就是Share一件... 我覺得... 真的... 買過我覺得最清心的東西... 因為呢... 很多同事呢... 都有稱讚過... 這個袋子很漂亮喔... 就是這個... 這個呢... 也是公事包式的... 袋子... 上班袋子... 那... 它是... River Island... River Island的... 袋子... 很class的... 上班又... 一流... 手抽又可以啦... 如果你想搏呢... 其實都OK的... 那... 襯了一些辦公室的衣服呢... 就好了... 還有間隔... 它也很好... 它有一條沒有很拉的拉鍊... 裡面... 一個大的袋子... 然後呢... 這邊呢... 就有一個... 電話袋啊... 或者放一些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的東西... 然後有一個大蓋子... 剛剛可以配到一個... A4的檔案的... 那... 那... 上班的時候就適合了... 很喜歡的... 而且它的底部有四口扔的... 好像... 好像... 寶寶球袋一樣... 很漂亮的... 這個... 那... 那... 還要是... 我買這個袋子... 其實不用400元... 所以我覺得真的... 超值... 而且... 真的好用... 對啦... 說多一點額外的題目呢... 就是... 不知道大家聖誕節收到什麼特別的... 呃... 禮物啦... 那... 有兩樣東西... 我收到我覺得是十分之有用的... 就是... 登登... 有趣... 大家... 有趣... 有趣... 我收到這份... 其實是我上司送給我的禮物... 那... 其實是一個... USB盒來的... 那... 其實是... 駁入電腦之後... 然後... 然後... 分插... 即是一個轉插的東西... 但... 很有趣... 是一個... 茄子... 茄子形式... 有四個盒子... 那... 實在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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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用... 為什麼呢... 因為我自己家裡用iMac的... iMac... 但是我的電腦... 是拍牆放的... 在我書桌的最入位置... 那些... 插頭位... 全部在電腦的後面... 那你呢... 就單靠摸... 即是... 我要拔開所有的書... 然後... 才可以把手伸進去... 再插東西...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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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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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轉插... 真的... 真的... 救了我... 應該是... 我覺得是十分之... 有用又適合洗的東西來的... 多謝大佬啦... 一樣我很喜歡的禮物... 其實呢... 是我男朋友送給我的... 其實我男朋友都知道... 我很喜歡聽歌的... 其實上班的時候... 我都一定會聽歌的... 那... 以前呢... 我都會用這一封的... 即是普通入耳式的... 這一封... 小小的那些... 那些... 但是呢... 我很壞的... 我整個袋... 太大了... 因為... 在那邊找啊... 然後... 好啦... 如果我找到一個耳機... 那我拔著它... 然後我整個抽出來... 那... 很多時間呢... 都會呢... 在耳機中間的位置... 就爛了... 真的... 很快壞啦... 所以... 我已經不再買任何... 很漂亮的耳機... 那... 那... 我已經會用耳機了... 那... 那... 之前呢... 有幾款呢... 其實我也覺得可以的... 但是呢... 耳機也是那樣的... 有時呢... 戴得太久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那個感覺... 戴得太久呢... 會固住你這個耳朵的... 其實它會固得很緊的... 有時你會固到頭痛的... 而且呢... 固得太過... 太過... 太過... 太過緊的話呢... 你耳朵這個位置... 會紅了... 即是... 所以... 他呢... 就去買了... 耳機給我啦... 那... 首先講一下... 其實呢... 他呢... 這裡有一個... CUSHION 那... 這裡呢... 是... 他那個... 其實呢... 兩個耳機的兩件東西... 其實是可以拆的... 其實可以拆出來的... 那... 基本上呢... 這個... 這個... 這兩件東西... 兩件東西... 和所有連接的線... 其實呢... 都可以額外買的... 那就... 適合了... 因為呢... 我就最怕... 啊... 為什麼我買... 為什麼我弄壞了那個... 就是... 比如我弄壞了一條線... 然後我不是整個買過... 那... 其餘的那些... 那... 那... 你就知道... 如果... 我應該不會那麼壞... 我應該會疼他的... 那麼貴... 那... 如果... 我弄壞了一條線... 那... 我都可以這樣去補一條線... 那... 他呢... 他呢... 很軟的... 這個CUSHION 還有... 我測試過... 我連續戴... 半個鐘至九個字... 我都不會覺得累的... 而且... 你打上去之後... 就好像已經隔了音... 好像聽不到外面... 在做什麼... 所以... 我覺得十分之不錯... 而且... 它的BASS... 都蠻好的... 我想... 大家... 或者可以去... 深水埗黃金... 或者... 其他一些... 有關於... 音樂... HM... HM... 類似的店鋪... 去找一下這個牌子... 我覺得真的OK... 那... 希望大家都喜歡今天的影片... 所以... 這一堆就是... 全部我在2012年... 覺得很容易... 而且... 大家都可以去試一下... 我推介給大家的影片... 那... 那... 希望大家都喜歡... 還有一個開心的... 2013年啦... 就是這樣啦... Bye Bye... 多謝大家收看啦... 大家都不妨在這個影片下面留言... 說我知道過去的2012年... 你最喜歡什麼呢... 我也想知道... 或者... 可以去我的Facebook... 跟我聊聊天...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Bye Bye... 吧